首先中非涉海争议的是非取值十分清楚 中方已经多次介绍了情况和中方的严正立场 如果非方真的愿意依照国际法行事 首先就应当遵循确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 包括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等条约的规定 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敦促非方停止侵权挑衅 停止误导国际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